你要干什么 剑瘫为了夺取绝世好剑 悄悄潜入了不惊云的房间 而不惊云由于打通了麒麟臂的三胶玄关 导致麒麟血流变全身 身体正处于一个适应期 变成了如今这副烧焦的模样 剑瘫眼见温和手段无法奏效 只好运起内力点在不惊云的手上 剑瘫手指被烫伤的同时 绝世好剑也掉落在地 不惊云更是全身冒着热气 像是要被煮熟了一般 剑瘫虽然感到惊奇 却也管不了这么多 拿起绝世好剑便逃了出去 门外的聂峰和秦双两人 察觉动静来到房间查看 只见到了正在燃烧的死皮 以及被点了穴道的楚楚 画面一转 剑尘向无名禀报拜剑山庄一行的响起 无名抽出断掉的英雄剑 发现断口处还残留着一股邪气 剑尘解释是断望所为 他的火灵剑的确非常邪义 可要是与绝世好剑相比 则是小巫剑大巫 而如今这柄绝世好剑 已经落在了不惊云的手上 为了平息这场武林争端 无名决定亲自去取绝世好剑 并让剑尘留守中华阁 再看夺得神兵的剑瘫 却是差点泪成了二哈 赶到口干舌燥的剑瘫 发现旁边有着一家酒庄 当即欣喜若狂走了进去 抱起一大潭美酒畅饮起来 谁知就在此时 奥天带人追了上来 要剑瘫交出绝世好剑 如今拜剑山庄没了剑魔撑腰 只剩下大猫小猫两三只 剑瘫根本没把奥天放在眼里 出手与奥天等人展开激战 只见剑瘫两剑挥出 奥天的四个手下瞬间领了盒饭 奥天只好亲自出手攻向剑瘫 与剑瘫你来我往不分胜负 本来以剑瘫的武功 应该可以胜过奥天 可由于绝世好剑非常怪异 越是使用越是沉重 大大损耗了剑瘫的内力 剑瘫星之继续下去必败无疑 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施展轻功夺落而逃 奈何绝世好剑太过沉重 剑瘫的速度无法提升 内力更是损耗过度 这让剑瘫有了弃剑的念头 正当剑瘫纠结之时 等候多时的布京云将它吓了一跳 身后也传来了奥天的声音 你逃不掉了 前有强敌 后有追兵 我在念这绝世好剑 念实在是不划算 一对二划不来 剑瘫星之性命比宝剑重要 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将绝世好剑还给布京云 布京云念在剑瘫只是道剑 并未伤害到楚楚 再加上剑瘫态度诚恳 只是拿回绝世好剑的同时 给了剑瘫一个教训 没有对剑瘫痛下杀手 而绝世好剑刚回到布京云手上 就发生了神奇的一幕 布京云在绝世好剑的帮助下 犹如涅槃重生的凤凰 全身的死皮接连掉落 身体更是彻底融合麒麟血 功力百尺干头更进一步 奥天畏惧这种状态的布京云 愣在原地不敢动手夺剑 剑瘫看热闹不闲事大 出言讽刺起了奥天 奥天在剑瘫的言语刺激下 待人将布京云团团围住 要布京云交出绝世好剑 剑瘫躲在一旁看起了好气 准备两败俱伤鱼翁得利 布京云不愿再造杀孽 本想放奥天等人一马 奈何奥天等人苦苦纠缠 布京云被逼无奈只好大开杀戒 我们拜剑山庄没有绝世好剑 必定衰败 今日就算战死 我也势必要夺回宝剑 布京云还剑 你们为什么要逼我 两个时辰后 吴明来到交战的树林 奥天等外剑山庄的人马 纷纷倒地命丧黄泉 见证这一切的剑瘫 更是被布京云吓破了的 吴明得知是布京云所为后 当即动身追向了布京云 布京云是恶魔 是死亡 是血